韩国失踪大王号驱逐舰被人称为梦幻舰艇 该宙斯顿驱逐舰以朝鲜王朝第四代军王失踪大王命名 其中装配的雷达最远可在1000公里处同时搜索追踪约900架飞机 同时具备追踪拦截弹道导弹的能力 能对最远170公里外的目标实施打击 可以说这艘驱逐舰是韩国海军装备最先进的船只 其中最大优势在于由强大的SPY-1D雷达和各种导弹以及机关炮 构筑了三重防空网 让任何来袭目标都难逃毁灭的命运 它的建成使韩国成为继美国、日本、西班牙、挪威之后 世界上第五个拥有宙斯顿驱逐舰的国家 可以说是世界最先进的驱逐舰之一 要知道在世界各国军事力量的追逐和竞争当中 海军一直被公认是最为重要的支撑点 而也正是这种理念的诱惑下 韩国可以说举全国之力 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自己的蓝水海军建设之中 于是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 失踪大王后的建造计划 便成为了建设现代海军道路上一直追求的梦想 随后经过多年的努力和拼搏之后 直到2007年5月25日的时候 这艘让全韩国民众都期盼的排水量达到万吨的 失踪大王号驱逐舰终于正式下水 并编排到了海军的现役之中 这一成果的取得也让所有韩国的军民们坚信 终于拥有了能够称雄东亚海上的力量和资本 服役的失踪大王级驱逐舰长166米 宽21.4米 吃水深度6.25米 标准排水量为8500吨 满载排水量为16000吨 排水量超过万吨 这是什么概念呢 轻型航母的排水量也不过一万多而已 这已经不算驱逐舰 最低都是巡洋舰 从外形上来看 失踪大王号的设计非常注重隐身性能 舰体上层建筑采用流线型隐身设计 结构材料均是采用钢材制成 同时在一些特殊的防护部位 大量采用加装凯夫拉装甲 这种装甲一般用于防弹衣和头盔的制作 而韩国直接下重金 使用了接近170吨重的凯夫拉装甲 用以降低炸弹爆炸破片的杀伤 据推算每平方寸可抵挡51000磅的压力 当然大量使用隐身材料肯定也是必不可少的 而接下来就是降低红外辐射和声音信号了 在烟囱排气口内安装空气冷却和海水降温装置 以此来实现防止受核生化污染的气体入侵 而后在动力系统方面 世宗大王使用了4台LM2500燃气轮机来提供动力 这4具燃气轮机是分成两组安装在前后两轮机舱中的 双层弹性制震基座上 机舱采用隔音制震舱壁 可以降低动力系统的噪音水平 不过这些还远达不到让韩国人自豪的水平 其中关键的是在于 它是韩国首艘安装宙斯顿作战系统的大型舰艇 宙斯顿系统是美国海军于上世纪60年代末期 为了对付苏联海军飞机水面舰艇和潜艇 发动的反舰导弹饱和攻击战术 而开发的一套作战系统 其正式名称为空中早期预警地面综合系统 该作战系统具有强大的 以舰队区域防空为主的综合作战能力 可以说是最强的作战系统 而且 失踪大王装备的还是基线7.1型宙斯顿 是其最新研制的型号 与过去型号相比 最突出的地方就是拥有反弹道导弹能力 是美国海军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核心 而与之配套的新型SPY1D型相控阵雷达 也具有超强的抗电子干扰能力 以及高速追踪和垂直搜索追踪的目标能力 可以发现数百公里外的约1000个目标 而后自动锁定 接着便发射标准2舰空导弹 对最远170公里外的目标实施打击 若没有拦截成功 则使用拉姆导弹进行第二波拦截 就算敌方突破了重重导弹的拦截 最后也有舰载机关炮 发射密集阵式弹幕 形成近距离强防护网 而对于失踪大王号的武器装备 每个稍有军事知识的人 看来都会感到杂舌 该舰竟然装备了如此多数量 多种类的武器装备 防空、反舰、反潜和对陆攻击一样不漏 而且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 该舰之所以排水量高达11000吨 大大超出最初7000吨级的设计标准 恐怕就和这么多武器有直接关系 该舰装备两组美制MK41垂直导弹发射装置 包括舰守48个单元和直升机库顶部80个发射单元 合计总共128个发射单元 在失踪大王号刚面试时 军方就曾称 其可以发现最远1054公里之外的飞机或导弹 还能同时追踪900个目标 一次发射15枚对空导弹 可以同时与17架敌机战斗 想必这样豪气十足的描述 除了表明其火控系统的强大外 防空导弹数量众多 恐怕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锤发系统可以发射韩志玄武3C型军航导弹 红砂反潜导弹和美制SM-2BROKE-3B舰对空导弹 舰守装备一门127毫米MK45主炮 这门主炮可以发射1RGM制导炮弹 用来精确攻击117千米外的沿岸目标 另外 舰上还配备有一门30毫米进坡武器系统 和一套滚体导弹发射系统进行防御使用 不过你别以为这些东西都是韩国研制的 其实基本上这些武器装备都是从世界各国购入进行配置 可以说 失踪大王级驱逐舰上的武器配备如此丰富 就是因为投入了很多很多钱 集成了多个国家的武器系统 雷达系统和控制系统 不过这些系统单独列出来可能很强大 但是一旦各种来路不一的系统搭配一起 那么势必会存在明显的不统一和不协调的问题 各个系统的兼容性也会出现各种状况 不过我们看清了这些问题 舰船的设计师肯定也意识到了 所以你会看到垂直发射装置上 既有韩国自己研发的 也有美国提供的 不过人家也不是傻子 肯定也会卖给你相应的武器系统 尽管这样看起来 有些把别人的衣服套在自己身上 但这其实也是韩国工程师的无奈之举 万一自己的设备无法正常工作了 失踪大王依然还有原配的武器系统能够使用 于是这样的结果就造成 失踪大王拥有了大量各种杂乱的武器配备 成为了目前世界上武装最多的驱逐舰 不过总的来说 失踪大王号的防空系统 搜索目标快 处理能力强 导弹发射速度快 被弹量大 以及搭配性能先进的标准2BOK-3防空导弹 拉姆和守门员进防武器 完善的电子对抗手段 这些所有装备配合起来 对付敌方大规模多批次 多方向饱和攻击能力 会非常非常的强力 可以说是韩国海军防空能力最强的水面舰艇 是大洋海军时代的领军者 不过最后要提一点 与其他的伯克级驱逐舰相比 这个失踪大王的成本过于高昂 简直就是一个价格高昂的高端工艺品 于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 要想为其海军进行大规模的配备 是不现实的 大家对此有什么想发表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大家还希望看到哪些装备 同样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宝贵意见 谢谢大家的观赏